辣麵线虾加进浓浓的橘色椰浆汤 香喷喷的沥沙锅 很多人都吃过 但这个字怎么念 拉沙 拉沙锅 叠沙锅 什么锅 鸡 这个我也不能念 就蛮多客人会问我们 那个字到底怎么念 我们会念勒沙 有民众扑网说 居然被小孩揪着念法 应该要念勒沙锅 指的是香料 但勒沙锅是错误念法 粒粒作响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 它会从口部 然后它的部件是个粒 当时它抓的那个音 就是从那个粒字而来的 很容易念错的 还有这两个字 刀疤 刀疤 对啊 刀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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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统统念错 正确要念刀疤 意思是刀柄 念三身把 像是一把枪 一把刀 指的是数量 另外门疤 手疤 名词也是四身 一把手 两把手 也是指数量 四 四 钢头 形容人外形强悍 这个字不念矿 而念广 粗矿 粗广 不是粗广吗 怎么变粗广呢 网友昆头到底是谁 教错我们 很多念法跟以前学的都不一样 完了 我以为是辣磋耶 字音读音大不同 可别在有边读边 正确读音 赶快学起来 记者金线忠林智慧 高雄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